2013年4月 一位重病的患者写了一封信 给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 他在信中忏悔道 如果我的发明剥夺了人们的生命 那么作为基督徒和东勇教的信徒 应该为他们的死亡负责吗 这个病人的名字叫卡拉神尼科夫 他在写信半年后死去 这个俄国名字你或许不太熟悉 但是它的发明你一定震耳欲聋 AK-47突击步枪 AK-47也没在恶劣条件下的安全性而文明 无论是在交洋制考的沙漠 还是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 使用起来丝毫没有差别 自从成为苏联军队和华沙条约组织成员的 突击步枪以来 AK-47已经成为游击队运动的象征 也是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的首选武器 它被曾用作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惨案 2015年巴黎巴塔克兰剧院的袭击事件 据估计目前有7000万至1亿只不同款型的AK-47 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使用 同样它也掌握在各个犯罪组织的手中 卡拉神尼科夫也因此受到批评而感到痛苦 他曾说自己发明AK-47是为了保卫国家 而不是把它交到杀人犯的手中 他曾说在今天如果这些武器在不应该被使用的地方被使用 这不是我的错 是政治家的错 在晚年 卡拉神尼科夫多次表示 希望发明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 一些可以让他的父母一样从贫穷变得更好的东西 在一次访问德国期间 他说 比起AK-47 我更愿意发明一种有助于农民的工作机器 例如割草机 卡拉神尼科夫在去世前曾经写过这样一封忏悔信 我心痛难忍 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是 如果因为我设计的步枪而剥夺了他人的生命 哪怕是敌人的生命 我也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于这个你怎么看呢